好 咱们删击课呢 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查询出来 然后变利 变利之后呢 咱另外呢 又把删除和修改按钮放上去了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写修改删除 看他怎么写 好 咱们写之前 我先把性别这个变一下 咱不让他变成数字 咱变成什么 变成男和女 来 咱们以前说过 怎么着 数据课的时候 插入零和一 或者一二三 都可以 查询出来之后呢 通过PP去处理一下 就怎么改呢 扩号扩起来 好看些 扩起来之后呢 我如果说等于等于一的时候 问号 然后呢 这块写个男引号引起来 引号引起来 冒号 然后呢 写成女 好 我再去刷新 刷新 好 男女已经变回来了 已经变回来 不是零一二的 不是零一二的 接下来咱们说什么 说删除 删除的时候 其实特别简单 其实特别特别简单 我怎么着呢 我刷新 我得删除的时候 怎么着 他是通过UR地址 把你要删除的这条数据的ID值给得到 ID值给得到 那删除的时候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删除的时候 色口语怎么写 到了色口 咱们说什么 D 第一 RETE Delete 什么 然后这什么 BBS表明 是不是 表明 然后 VIRID等于多少 等于一 是不是把一的删掉了 等于二把这个ID 只需要等于二就删掉了 删掉了 好 再回来 再回来 再刷新 我一点删除 再随便 一点删除 ID通过URD传过去了 已经 传过去之后 那怎么还能获取到ID呢 第一步 先获取出来 先获取出来 你要删除的ID 哪一条数据 哪一条数据 那怎么着 DollarID等于通什么 还记不记得到的下面 GET 小眼 GET GET 他们获取到ID 会出ID 你看 echo DollarID 我刷新 这块返回 刷新 12 比如说 删除 执行 删除操作 是12 是12 这样ID就到了 ID删除 但是删除之前 你切记 对吧 还是要连接 MySQL 数据库 还是要连接 还是要连接 连接 我就不再写 我直接复制过来 C 复制过来 拿到这 这就连接 连接完之后 接下来这块 Circle 要发生改变 Circle 要发生改变 Dollar 不是 Dollar 然后 D E L E T E Delete Fraum 表明BBS User 然后YR ID等于Dollar ID 好吧 等于Dollar ID 接下来这是发送 发送 怎么才能判断 判断它是否 怎么着呢 是否成功 是否成功呢 接下来看看 Wordam Wordam Dollar OBG Dollar OBG 回来 我刷新 我把12删除 不耳直处 其实此次删掉了 已经删掉了 刷新 12 已经没有了 12已经没有了 这块发送的 它反馈的啥 在删除的时候 它反馈的反馈是个布尔值 BOLEN 反馈的是一个布尔值 而不是一个对象了 好吧 好 那接下来 它删除完之后 怎么让它回去呢 一判断是否成功 else else 这块怎么写呢 这块怎么去写呢 Dollar R1 S ULT 这不 直接布尔值了 然后 并且它有受营养行数 买色狗 I 下线 F AFF E C T E D 下线 ROS RWS 然后把这张Dollar把谁传回去呢 Dollar Link 传一个DollarLink 传到之后接下来echo 这是删除成功 删除成功 这块删除失败 删除失败 接下来最后一步要别忘了 关闭数据库C LOS Close MySCO I Close DollarLink 好 上面也不要 这块删掉不要了 刷新刷新 我看11能不能删掉 我点删除 删除成功 返回 删新 是不是 11 第11条数据没了 但是这块不太好吧 那我加个链接 我可不加个链接 删除成功 然后加个链接 ahif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user 什么 lease点点PP 返回到首页去让他好吧 返回到首页去 删除成功 这块再加上一个区线 然后这样写呢 写个返回 这个写个返回 好吧 返回 再加了 删新删新 我把张三能不能删掉 张三 我删除 删除成功 返回 张三还有吗 没了 特别特别的简单 这就是删除 这就是删除好吧 删除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开始说什么 开始说修改 修改 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只不过只需要改变条 sircle语句 就OK sircle语句就OK 我点删除 我删新 我点修改 点修改 点修改 这是执行修改套 来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修改update.pp 还是一样 先或许你要修改的 哪条信息的ID值等于$ 想一下get下边的ID 汇取完之后 还是连接数据库 来连接 我还是一样不写了 连接数据库 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 这样写 但是你想想 咱们稍微来个复杂一些的 我删除的时候 我想删除的时候 怎么着呢 我想把那条 把那条什么呢 把那条ID值 不是ID 那个什么 它对应的那条数据的值 给获取出来 我先查出来 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之后 我再去修改 或者这么用招 好吧 这会儿我怎么写呢 我连接 select 新 从这个表 然后我写个表 然后我写个 WHEA WHEA 等于$ID 等于$ID 等到$ID之后 我这块看 获取出来的 然后这是连接 没什么可说的 接下来 我什么呢 看 打印出来 这个是不是OK的 OBG 能不能查询出来东西 回来刷新 然后我点修改 第一条 王宝墙 怎么着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怎么着 我可不可以把他数据拿出来 通证明了 $Rose 等于 买色口 I 小线 FET ET CH A 小线 FET CH 小线 ASSOC 获取出来 $OBG 刷新 好 没有打印 打印 Redumple $Rose 刷新 是不是这条数据拿过来了 你看 我接下来 我刷新 我什么查张博之 我修改 张博之拿到了 张博之拿到了 好 那既然这些东西拿过来之后 我可以怎么着 我可不可以写个 写个什么 写个ATML 可不写个ATML 我写个箭法办法 结束 这样写 我写HTML 直接下边写ATML 然后呢 我写个form.单 FOM FO FO M 斜线 斜线 FOM FOM 这块呢 我写个用户名 用户名 冒号 冒号 input input type等于一个 Text TST 然后Value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 肩块块PP 我混编 混编模式 等于呢 我echo出来什么 Dollar Rose Rose 下面的 Username USRM E 直接用模板引擎 直接去搞的哈 现在呢 你们只需要这样去搞 能明白 这咋的就OK 我先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 用这个函数 用这个函数来处理一下 说完之后 它这个速度 然呢 我把这个速度混编的写 放到这里边去 因为啥 我知道虚诡的哪条数据 对不对 好 这是用户名 然后加比较法上 加比较法上 接下来 还有什么 用户名 可能 DDD 来 Ctrl DDDD 写几个 除了用户名之后 还有别的吗 来 再看 用户名 地址 我写地址 地址 有点丑哈 这是一面 ADDRESS 就咱就不美化 他想美化自己美化去 然后地址 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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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性别和年龄 性别和年龄 来 这是性别 性别和年龄 然后这块 不要了 闪图 干掉 看有没有OK 写一点测一点 刷信 怎么着 是不是用户名 张博之 地址香港 性别 张博之 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块要改 这块要改什么 要改成一个 改成一个 性别 变成一个sex 好不好 然后这块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年龄 变成个age 好 我刷信 刷信 好 这性别是零 零是女 是不是 然后一是男 这块你想再做仔细 再做仔细一点 也可以 可以写成一个什么 写一个下篮框 然后我就不写了 好吗 我就不写了 这块 我再写 input 提交按钮 input type type 等于一个 submit input submit value 等于一个 点击修改 执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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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刷新 然后点执行修改 执行修改 跳到本页面 不太对吧 不能再写吧 那么说我为了简单 我再让你再写个什么 再写个文件 这块我放写个 actl action 等于一个什么 写个 do update 执行操作 这块是修改页面 然后我再跳一个 do update do update 然后我刷新 点执行修改 到这了是不是 但是有个问题 多update pp 问号 id值没了 那id值怎么继续 这写的 问号 问号写什么 id等于 我可以监管问号 pp 我接着混编 接着混编 这块我echo dollarid echo dollarid 反正结束 回来刷新 我点修改 也没有得到 也没有得到 再回来 刷新 我点修改 到这 到这之后 执行修改 发现 id值丢了 id值丢了 那怎么办呢 到这块 别害怕 先echo出来 有没有 到这id 这块 刷新 刷新 点 然后点修改 id值到这块是有的 这一块是有的 但到这块是没有了 已经保存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怎么办 怎么办 id值 咱们拿不到 拿不到 咱们就没法进行修改 没法进行修改 再回来刷新 然后再说 到哪 到有点 什么到用户列表 然后我点修改 但是这个id值到这块 还有呢 还能拿到吗 然后我执行点修改的时候 你发现字幕后面没了 没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 我接下来把这东西 文件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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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n 先货号 问号 PP 监货号 问号 PP 保存 Ctrl S 保存 Ctrl V 回车 你看我写下 Redouble $小线 $小线 盖 盖谁呢 我盖他 我直接写 直接打印盖他 再回来 再回来刷新 刷新刷新不行 对不对 然后再点修改西立哥点修改 然后这块10A拿到了 然后我再决定修改 点击执行修改 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这种情况没有怎么办呢 来查看原代码 看一眼 你说ID10 但是他确实没有拿到 确实没有拿到 那咋办呢 这块走 证据解决不了了 不是 看好了 我说我不在这写了 我换种方式写 咱们以前很早的时候学过什么隐藏表单 我用隐藏表单 我用隐藏表单给他传过去 imput type等于 type等于 heading h i d d e n 那value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 尖块 rpp 然后这会写个 echo dollar rose 下边的 谁呢 写一个 直接不用echo dollar rose 直接是 echo dollar id 然后 结束 接下来 这块 然后呢 哎 咋回事 这块钱啊 要写个name值 等于name 等于id 等于id 好 再回来看能不能拿到啊 刷新刷新 我点修改 嘿 这样就拿到了 通过什么 通过隐藏表单 去把这个id值给传过去 用户其实是看不到的啊 用户是看不到的 这个id值 它是隐藏的 再回来 我把它删掉 这块echo id干掉 不要 不要了啊 我回来刷新刷新 刷新完之后 我点修改 修改 然后呢 这是 执行修改 id 唯一就拿到了 就拿到了哈 好 你看我要改值呢 我再改值呢 我这块改成什么呢 我 刷新刷新 这个18呀 什么执行修改啊 哎 它只得到id 那name值呢 name值没有啊 那好 这块还要改 再写啥呢 都要给它起个name值啊 name等于 你看我写个name等于什么起个名字才能接收到啊 name等于username还是一样username然后这块呢写个name哦 这些name等于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add啊 ess啊 然后这块写啊 然后name值通通给的内不然不给内幕后边接收不了 然后这块呢写个sides这块写个内幕值 内幕值等于一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age好再去刷新 返回刷新刷新 然后点确定修改 哎 发现怎么着 可以把它所有的值都会知道 你想修改什么 你这块写个王宝强 王宝强666 然后河北星台666加66 性别呢 我变成零 然后年龄呢 变成28 然后点确定修改 哎 这就是咱们将要修改的值 好 这期课先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